歡迎收看 連環報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交拜 什麼頭啊 想結婚想瘋了 你說什麼 俗語有一句話說 有錢沒錢討個老婆好過年 你女孩子也是啊 有紅沒紅嫁一個紅比較不肯 我講到這個結婚 其實彬彬今天給你介紹一個特別來賓 為什麼 現在我們最有價值的一個單身漢 單身貴族 當然要嫁單身漢 人家說 什麼無論嫁就乾脆賣菜 不要跟人家說嫁人家 對 我一定要一個人嫁 而且他不只一個人來娶你 他們總共一票人 哇 爆笑 四個人讓你挑 真的嗎 哎呦 長得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自己看的 好 那我們歡迎他 怎麼說的 基本上呢 這個老天使鄧志宏蠻難了解的 不過這個 我聽很多同事講過 像這個蔡琴 蔡琴說呢 這個鄧志宏根本在我們一圈 這算標準的老啊 哎呦 早睡早起 我們大家呢 都要中午才起床 但是他呢 七早八早就起來 你看完三份報紙 喝完了兩杯濃茶 他不是老啊 他是什麼 對不對 低鍋量馬巴高 他每次看到鄧志宏 哎呦 大先生 你來啊 我沒託主 小孩沒別人 我賺比你更多 你敢不見 哎呦 還真是人比人氣死了 哎呦 所以說呢 這個鄧志宏真的很難了解 不過 可以確定一點 就我所知 他臉上的表情 跟他的內心世界 完全是兩回事 不信 你跟他相處看看 哎 小姐這是什麼聲音啊 這就表示心頭小路亂撞啊 喊 散,刀 白维华丛礼 谁呀你把我忘怀 那电话若是相约在今日 可是呀不见你来 怎样或而我心事 可知我相似乎 谁能留我学也寄给你 再问几度花多时 耶 我今天最开心了 我开心什么事你知道吗 平时这个蓬佳佳最糟糕 他就说他的高音啊 没有人可以跟他比 那今天终于有两位高音的 然后低音的话呢 你就没办法了 来 来 你跟他比一下 来 重来重来重来 重来再一次 看要唱哪一句 重来重来重生 再重来重来重来 尽管要重来重来重来重去 有 true 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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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对 重来重来重來重来重来重来 來喔 Tonight 這簡單啊 Tonight 再來再來 你的鎮聲喔 Tonight 你唱我不好音都不簡單 來 Tonight 要用鎮音喔 要用鎮音喔 預備歌準備 英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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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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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歌 西城故事主題 這首歌聽起來就是唱的 唱的 Tonight Tonight OK 這裡我們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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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願 字幕志願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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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聲 你還不來 我心裡想奇怪 他剛剛怎麼和聲唱得那麼好 原來用反面的 現在我在注意 又聽你聲音 你根本都沒有唱出來 不是我在暗中學習當中 那你寄望學哪一位 通通學啦 不過這個和音場真的是非常的美 同時這個 下音四重再出發 我們相信會對歌壇造成震撼的效果 謝謝 也希望你們不斷的加緊練習 將來在國家劇院啊 或者是在出唱片方面的這個 你們是 不過我們真的很高興 在我們歌壇上 有那麼好的一個合唱團隊 為我們歌壇注入更好更高尚的音樂 謝謝 是 也希望這個鄧志孔先生 除了唱歌之外 也不要忘記主持節目 也不要忘記要結婚 哈哈哈哈 如果這個節目 這麼便宜 這麼短人 真的四十幾歲了 今年夠了 好 也祝福你們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相音四重唱 謝謝 王寶川苦手還要十八年這個愛情故事 是被稱作為最具中國富得的典型代表 王寶川為誰苦手十八年呢 故事是這麼開始的 王寶川 奴家 就是王寶川 奴家也是王寶川 蛤 的丫鬟叫春華 春華 您看 今天天氣晴了 百花盛開 不如我們就在花園裡面 有秀霸歡啊 好啊 小姐 隨我來 這裡是花園 哪有什麼地方 喔 小姐 請我看 花園 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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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要鋪蝴蝶啦 小姐,你看那裡有隻蝴蝶耶 我看到了,我來鋪牠 蝴蝶,你不要跑 有什麼蝴蝶在頂固固,人狂屁 原來這蝴蝶是假的啦 冰姐,我們是在演戲耶 那依照製作單位的經費 要訓練一隻蝴蝶來配合我們演戲 太難了 演戲喔,演戲,演戲 那邊還有一隻蝴蝶 好,我去鋪牠,鋪蝶不要跑 春花,人家鋪不到,你來鋪 小姐,那蝴蝶在那裡怎麼會鋪不到 來,我鋪給你,來,一、二、三 春花,你怎麼樣 小姐,我抓到了 人家,抓到蝴蝶啦 我抓到的是蝴蝶 怎麼這樣子 你這個人怎麼搞的 你走路怎麼不差,已經撞到我們家小姐 你知道嗎,你這個人真的是 公子,有沒有受傷 春花 小姐,你這麼粗壯,不會有事的啦 你是不是在說什麼啊 趕快起來 對,對,對,小姐 冒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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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句子啊 難道我這樣也錯了 公子 小女子冒昧,剛才撞到您了 只不過,這是我們王家的花園 你怎麼能夠進來呢,您是 小的叫薛平貴,治仁貴,浩丁山,人稱薛海的 你還薛豹了耶 那你實在說得對,好嗎 薛丁山跟薛平貴,兩個是爹子 薛丁山是寒乳花啦 跟王寶川散不關心啊 不是啊,因為歷史無從搞去啊 我們為了怕眼錯,乾脆一齊 通通都講完,但是其中一個就對了啊 你是要演武啦,你薛平貴 不是,這幾個,小的薛平貴 因為家靜青啊,賣身在王家為名 我們家為奴 小姐,這是什麼聲音啊 這就表示心頭小鹿亂撞啊 你看這薛公子,長得可是一表人才 很不秀耶,在我們家裡做人才啦 我看他,將來一定是將相之才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跟他 將來一定會結為夫妻 對,小姐,您怎麼知道 那因為我的手還有我的臉被他看到了 所以我一定要嫁給他 那我的手也被他看到耶 你的手也被他看到啦 那我們兩個算是好姐妹 那我就是姐姐 那我就是 脫掉 她同樣是手被看到 她帶一發那麼多 小姐,如果沒有別的事 小的要先告退 公子,請留步 公子,我看天氣那麼的涼 你的衣服那麼單薄 而且剛才被水淋濕了 我想到內廳去 拿一件衣服給您披上 多謝小姐太愛 不客氣 漂亮 我來 請坐 後藏起床 會用啊 改人 各位觀眾 那薛平貴跟王寶川 在後花園一見鍾情之後 接下來就是王言外 還要替王寶川 在彩樓招親耶 彩樓招親 彩樓招親 不是要很多人來相親 我一個人要演那麼多角色 不可能 不可能 不 不 我如果真的演的話 我一定會 我會暈 還有王言外 還有秀球 你們明天請別忘了收看 王寶川 你薛平貴 現代人是一個什麼樣的玩意兒 您會不會覺得今天 我在跟你講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顯得有點無奈 有點可悲 有點氣憤 有點心裡好像不太平衡 對了 因為現代人就是經常心裡不平衡 而且他們會把這種不平衡顯現在臉上 找任何你可能發現的時候 跟地方去告訴人家 您知道我今天不平衡些什麼東西 原因非常簡單 在三天之前 我已經錄好了 現在呈現給您看了這個單元 但是製作單位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們一不小心 他們是不小心的 他們把袋子給洗掉了 洗掉了之後 發生一個什麼狀況呢 就是我原本已經錄好了 那個單元不能夠讓您看到了 於是他們就要求我 在今天重新錄一遍 讓大家可以看到 現代人是什麼挖鉤這個單元 而且他們要求 他們不再發第二次酬勞 您會不會覺得當藝人 有的時候也蠻可悲 蠻可憐的 如果您支持我 您鼓勵我 趕快寫上明信片 寄到連環跑曹喜太收 我們會公開抽獎的節目當中 抽出您的名字 同時送給您 曹喜太的簽名照片一張 算了 我想您也不會支持這個事情 沒有關係 我們來講今天的主題 現代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挖鉤呢 我們就要講的東西 非常奇妙的一個小東西 這個小東西 究竟有什麼樣的特別 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在現代人來講 他其實可以說是践踏了現代人的IQ 同時他傷及了現代人的自尊 更重要一點是現代人相對的 給予他很高的評價 很多的肯定跟鼓勵 我們今天要介紹給您的東西就是 有多奇妙 您看到了吧 傻瓜相機 您家裡是不是也有一部這樣的傻瓜相機 如果是的 恭喜您 代表您是一個標準的現代人 同時你也承認了你是傻瓜 嗯 為什麼要叫他傻瓜相機呢 究竟是他傻瓜 還是 你傻瓜 我們讓自己來做一個評断 自己來猜測一下 現在談到傻瓜相機 我們暫時先不談這個 我想起來最近有一個話題 我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一種廣告 他們在介紹一個所謂智慧型的家電 什麼東西叫智慧型的家電 說起來也很容易 其實就是這個比方講 家裡面有一台洗衣機 這個洗衣機可以稱之為智慧型家電 就是表示你家裡不管有多少髒衣服 你把全部的髒衣服丟進到洗衣機當中 然後他自動就會告訴你了 當你輕輕的按下一個鈕 他說衣服有多髒 該放多少洗衣粉 放多少的水 要洗多久的時間 最後衣服就會和新的一樣的乾乾淨淨 為什麼這個機器會這麼多智慧呢 因為你笨 因為你笨 所以繼續需要這麼多的智慧 但是我們在這兒就懷疑一件事情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你從小和我從小都受了九年的國民義務教育 最後呢 我們就填上資源去考一所理想的高中 然後進入了理想的大學 最後我們就出國深造 然後凱旋歸國得到博士學位 最後你發現 長幾十年的這個求學的過程 最後需要的只是一根手指頭 你用一根手指頭 可以解決生活上所有的困擾 因為有了智慧型的家電 智慧型的家電 表示現代人很笨 人類需要智慧型的家電 和包括他需要的傻瓜相機是一樣的道理 需要的傻瓜相機也代表著現代人笨 那究竟現代人要用什麼樣的事情 來凸顯現代人的智慧 像這麼深奧的問題 通常我們都留給華視新聞廣場 李濤仙人去解決 好了 現在我們把話題 回到我們的傻瓜相機的身上 其實我認真的覺得 我們應該要頒一個獎給他 為什麼 其實傻瓜相機說傻雖傻 但是他在現代生活當中 給我們現代人很多很多的肯定 自尊跟榮耀 您不相信嗎 我們帶您一塊進入中國的照相歷史裡面去看一看 到底是他傻還是我傻 別比了 這不是望遠鏡 對了 這就是過去的照相機 各位現代人 您看到了沒有 過去的照相機真的是很大很笨很複雜又很麻煩 因為你需要自己去對光圈調焦距 同時還有一張一張的上底一片 說起來過去的相機是這樣 過去的小孩呢 那倒是跟現在的照相機一模一樣 他們都是天真無邪又可愛的 每一次呢 在一年當中可以拍兩三張照片 非常的珍貴 所以你一說要拍照咯 我在前面 我在前面 可是等照片一拍下去 他們就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來看一下這些小孩的照片當中 會呈現出什麼樣的畫面 對了 他們兩眼都會無神而呆滯 無奈地看著前方 他們的土腳會微微地出動 因為實在等得太久了 他們身上的四肢呢 會做很不自然的狀態來扭曲 同時他們的兩腳一定是內巴的 他們的膝蓋通常也一定是假緊的 同時呢 他們的拉鍊還經常因為過度的緊張 期待過久 結果就忘了拉拉鍊了 沒有關係 最重要一個特點 是因為他們的臉皮 您看看臉皮 每一個人都是非常的僵硬 僵硬得不得了 您看您家裡是不是也有一張這樣的照片呢 如果有的話 趕快翻起來勾出您的回憶吧 我們現在介紹一張黑白照片 您快來看看 注意他的眼神喔 您家裡是不是也有一張這樣的照片呢 各位現代人們 您是不是也記得在印象當中 您曾經被父母帶到像這樣的一個照相館當中呢 的確在過去我們如果要進到照相館當中去拍照 是一件非常嚴肅非常緊張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很多小朋友可能這一生當中的第一張照片 就在這兒決定了 我們來看看這位小朋友的故事 在這兒畫面當中 就可以看到有這麼一位小朋友 他經常的肩膀就是左邊高右邊低 右邊高左邊低 於是這些攝影師就會指導他說 你該往左做一點 往右做一點 頭要抬高一點 太高了 抬低 又太低了 於是會要求他呢 可能眼睛要看左邊 看右邊 嘴巴笑大點笑小一點 兩個眼睛要看兩個不同的方向 於是呢 那結論就是會造出一張非常慫慫閉了的照片 大家對我忘了一件事情 通常攝影師或者是父母 為了要讓小孩的膚色看起來更健康 讓他看起來像一個非常可愛的寶寶 就會要求呢 要在他嘴上塗一點口紅 畫一點淡淡的淡妝 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小孩在畫過一點口紅以後 很可能在家裡的照片上 就會呈現真的非常的可愛 您是不是有這樣的印象呢 這位小孩就是可愛的典型了 來 我們介紹一張照片給您看看 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照片 小孩有一天會長高 小樹有一天會長大 不過景物依舊人世全非 這也要特別歸功於電影 其實在往年呢 因為電影的流行 當年輕的朋友們看到 一張張電影海報上 那些巨星的照片 美得一塌糊塗 於是他們也迫不及待的 想要進到我們的照相館當中 每一個人都可以留下自己青春的歉意 於是就拍下了一系列 像這樣的照片 真是蠻可愛的 不過在這兒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相信在您的回憶當中一定記得 尤其當他們把照片寄給自己的意中人的時候 他們一定不會忘了 在照片的背後要寫上五個非常重要的字 那就是 勿忘意中人 勿忘意中人 真是慫必了 比小時候的照片還慫啊 好啦 我們為您介紹一張非常特別的照片 令人得照片中的巨星嗎 當然 到了我們這個時代 傻瓜相機就應運而生了 所謂的傻瓜相機說起來真的非常簡單 只有一個小小的機器 你只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所有的人放在這個小小的框框當中 然後輕輕地按一下快門 於是呢 拍人就是人 拍花就是花 到了現在拍照 的確是相當有樂趣的一件事 但是不需要任何的技術 一天可能要拍兩三百張 非常的多 於是人們也發展出了一套照相的公式 比方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當然也有比較簡短的方式 比方說 A B C 如果你覺得這時代簡短過了頭 你也可以這麼做 A B C D E M G 你有沒有注意到 雖然照相充滿了樂趣 而且非常的快速 但是在畫面當中 經常就會忽略一些小小的事情 像這個數字 怎麼可能這個結婚的時候 生日的時候 會出現這樣的數字 太離譜了 不過就光剩一個五 好像也少了一點 不過在這裡呢 我們要特別肯定 照相機的功能 尤其是傻瓜相機 的確當現代的人們在拍照的時候 臉上總是充滿了自信的 因為他們習慣了這件事情 在這兒我們要特別謝謝 傻瓜相機所帶於我們的貢獻 讓我們大家一起說一聲 傻瓜相機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萬萬歲 好了 現在我們就為您介紹一張照片 當然也是傻瓜相機為您開設的 好 因為他可以決定生活裡面一切最重要的事情 不過當然有些朋友他們很喜歡發脾氣 心情不太好 他們就可能會用 另外一隻手指頭 還是用兩隻比較和氣一點 好啦 你不要拿著那隻手指頭對著我 現代人是個什麼玩意兒 咱們明天再見 把手放進去